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什么是实相 诸法的实相是什么 具体又抽象 什么叫做具体呢 大悟的人 随近年来都是自信的开发 都是自信的展露 处处流露佛性 哪里都是芬芳 哪里都是香气 哪里都是庄严 它是非常具体的 它是很受用的 内心里面拥有大部的智慧的人 无一时无一刻不受用 它是非常具体的 但是它又是很抽象 因为它不是语言 它不是文字 它又不是观念 它又不是意识形态 说是义务 急不重 除了有正妙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要不然说到是没有开悟 它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东 那有的人听不懂 师父啊 我都听不懂 到底那个是什么东东 为什么具具体又抽象 啊 不用问那么多啦 问这一句就是没有开悟 你呵呵啊 抓不来 别问这么多啊 听不懂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误入那种心境 所以今天来讲 作为一个佛弟子 自然要向着佛道 好好的去体会啊 总不能念 我不晓得在念什么 我诵经也不晓得在诵什么 碰到最重要的胎势啊 我没赢 那为什么办法呢 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子的呢 你叫他来发心 他会了呢 你叫他来打法器 他也会了呢 你叫他来扫厕所 也没关系咧 碰到师父开始 我没用 这最重要的 这停顿啊 很可惜啊 十项 最具体又抽象 抽象 他是摸不着 他是摸不着 没办法 他去 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眼睛看不到 不理眼睛 耳朵听不到 不理耳朵 鼻子嗅不到 不理鼻子 舌头长不到 但是不理舌头 身体接触不到 可是不理处 意 攀岩不到 可是不理意 不是六根 不是六成 不是六四 但是就是六根 就是六成 就是六四 就是当下 就是你要有正知 有正见 要有正受 那个时刻 就是具足 就是具体 因此实相 就是具体 又非常抽象 因此 因此我们常常把 佛性观念化 佛性观念化 因为他很抽象 他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 不过不尽 你想 哦 佛性是 犹如虚空 他就把它观想一个很大很大的虚空 那有够大哦 你看讲 佛性圆满 他就观想一个十五的月亮 还发亮了 我说 我们佛性是圆满的 他还画一个圆形 是不是像这样 他不晓得佛陀讲圆满的 就是没有无名啊 没有烦恼 没有执着 叫做圆满啊 圆满就是处处通 无处不通 没有烦恼 也不立一个菩提啊 你知道吗 啊 所以 实相 既具体 又抽象 实相 既存在 又超越 存在 因为非幻不灭嘛 我们的佛性是非幻嘛 啊 缘起如幻 可是非幻不灭 正如实相 是不是幻化的呢 我们的如来藏性是实在存在的 可是它是无相 所以既存在 可是又超越 你知道吗 佛性就是这样 实相就是这样 禅的心就是既存在 又超越 我们必须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嘛 是不是 我们必须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 活在现实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是存在嘛 我们今天大家都存在这个世界嘛 又超越 我们现在学佛就在学这个超越 众生只有存在 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 它没有超越的智慧啊 所以跳脱不出来 一直到时 修行 世界能找于假象啊 修行能找于什么 找于自己修的法 神经哪一个师父就说 我这个师父是最棒 是最好的 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听别的法师了 不要去亲近别的道场 这个就是可怕的 法上的执着 如果拥有佛头的正知正见 前进哪一个师父 讲的不是一样嘛 怕的是那个上人 是邪之邪见 披着夹杀 讲的是邪之邪见 恶法恶之见 可怕的是这个 是不是啊 所以 实相就是既存在 它有超越的东西 那么世界呢 只有存在在现实 可是超越不了 学习佛道的人 也没办法超越 没办法超越 就是他所学习的法 也卡住自己的观念 记得 佛头讲 法上应是何况非法 啊 连佛头所讲的法 那个观念统统要犯 那个才是正法 何况非法 何况不能解脱的法 是不是 所以既存在 又超越就是实相 所以实相 就既洒脱 又庄严 内心洒脱 外相庄严 所以 内心洒脱是什么 永远无真 也不去看众生的过数 若真修行人不见他人过 他内心里面早就洒脱的不得了 无知是你的事情 不关我的事情 圣人只能灵敏众生 可怜众生 圣人心 早就洒脱 早就自在 又庄严 又庄严 尤其是不坏事相 所以在座诸位 我们能够说 一个佛弟子 可以逢头过面吗 对不对 头发 像爆炸一样 可以这样子那么严重吗 像 还庞克族 对不对 来人都把事搅招 都不洗 那这样子 修行人吗 而不是的 修行人 外向庄严 通通按部就搬来 什么时空 就必须穿什么礼服 你不是比丘 我只有这件 黄色的衣服 再怎么装扮 都是这一件 所以我没得限制 我是进入绝对的状态 手拿来就穿 因为没有花花绿绿的东西 就是黄色的东西 就是黄色的东西 所以 在家集市 该平淡朴实的时候 就应当平淡朴实 如果你经济不错 要进入特色的庄严 的时候 还是要拥有几套 漂亮的衣服 这是真的 毕竟 时空不一样 虐心解脱 既洒脱又庄严 这个才是佛法 所以时空不一样 不能说 大家 你看 在家集市 来这里 像我的 有的女众 来这里 看着这个脸 快往生了 穿了这个衣服 再加服装 然后也不修蝙蝠 也不稍微说 简单整理一下 所以即使你为什么穿这样子 你的脸为什么没有气色 他就跟师父讲 哎呀 这个修行人啊 师父你不是讲的 不要执着这个吧 我说 你弄错了 我讲不要执着啊 所以不坏事项都不执着 来到讲堂 今天是义工大会 诸位 也得稍微装扮一下 这简单的 这是礼貌的 是不是 但是也不能装扮 装扮得太过分 就是啊 来的裙子的 穿的那么短 短到拜佛下去 那后面比丘通一片岛 那怎么可以穿这样子呢 是不是 不可以穿这样子 就过分了啊 好了 我们有 撒脱又庄严 也不是太乎乎 但是也不太夸张 但是也很受用 也很庄严 因此啊 实相就是既撒脱又庄严 那实相就是无相 无不相 什么叫做无相 诸法空无自信啊 所以凡所有相都是空相啊 就是无相啊 那无不相不坏原起 所以无相就是信空 无不相就是圆起 不坏原起啊 原起就是信空 信空就是圆起 圆起信空同时 叫做实相啊 哎